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8日 多蒙特主场达成心愿 周三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C组有一场好戏上演 届时多蒙特将会对阵比希达斯 前五轮分组赛战罢 两队已经无缘出现资格 其中比希达斯五仗全败 可见球队竞争力远不及同组其他队伍 失意还要做客面对多蒙特 作战难度更大的比希达斯此行再艰难逃 在爱宁 夏兰特没有选择离队的情况下 多蒙特拥有全欧洲都为之渴望的封霸 开启新一季的征程 球队的目标必然是各项赛事的冠军 不过在已经进行了五轮分组赛的欧关联中 多蒙特路德二胜三负的战绩 提前无缘欧关联的16强赛 经济对多蒙特影响最大的原因 莫过于阵中遭遇伤病的球员太多 直到现今杜根 夏萨特因感染新冠病毒未能归队 马素、舒美莎、游素法、莫高高和祖云尼、雷娜等人继续因伤缺阵 因此多蒙特欧战成绩不佳也显得不足为奇 不过 在德甲赛场上多蒙特的成绩也是值得肯定的 球队在14轮联赛中路德时胜四负 位居联赛第二 期间攻入35球的进攻数据可见球队竞争力仍然上成 毕竟阵中还有当耶尔、马伦和马高、雷斯等能力不俗的攻击手坐阵 另外 与比希达斯的手循环交手中 祖迪、比宁贤和爱宁 夏兰特在上半场就已经联手将比数射成2比0 由此可见在比希达斯面前 多蒙特的实力依然是他们难以媲美的 加上爱宁 夏兰特目前已经复出 失意多蒙特更值得看高一线 吐超未免冠军比希达斯新赛季开局延续了火热的状态 球队在前6轮联赛中路德四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处于联赛上游的位置 但好景不长 随后的比赛当中比希达斯的球队状态遭遇断崖式的下滑 最近9轮联赛 他们路德二胜一合六负的战绩 球队在联赛中则掉至第9位 联赛赛场的低迷表现 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欧关联征程会十分困难 处于欧关联C组的比希达斯 在前5轮分组赛中路德全败战绩 期间仅仅是法兰斯高蒙迪路 拉杰特 基萨尔和希勒拿联各位球队攻入一球 防守端则失足14球 可见比希达斯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更多在乌防守方面 军场失球接近三格欧关联的防守数据令球队成为了该项赛事中分组赛阶段失球数第二多的球队 再者 比希达斯经济客战表现同样难言理想 联赛方面球队七次出征只有一次凯旋而归 且有四次度雨而归 而今次出征对于比希达斯而言又是一大难题 没有主场之力的他们必然会在比赛中陷入困境 此番比希达斯确实是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阿里斯迪希拿和后卫尼莎卡拉等人因伤眷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